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年份看似没什么特殊 实际上是借出了82年世界杯的足球热潮 同年16岁的三浦之梁是踏上了日本足球的流洋之路 前往巴西参加职业联赛 足球小将也借是一月成为了当时最受欢迎的动漫作品 后来我们所熟知的很多日本球员 大多是受足球小将的影响开始了自己的足球之路 比如最早的中田英寿 就是看完足球小将之后就不打棒球了 改踢足球 再比如我们都很熟悉的香川真思 闯荡德甲英超在个人荣誉上是最接近大空艺的一位 甚至被原创作者高桥杨一成为现实版的大空艺 再到现在的日本神童九宝电影 终于完成了足球小将里加盟巴萨的设定 成为了日本足坛的新一代偶像 这些球员他们是日本足坛不同时代的大空艺 当然啊 这个足球小将它只是一个浪潮中的助推器 真正掀起这个浪潮的是它背后的日本足球的明智维新 足球小将是1983年播出的 但直到1993年啊 日本足球才开始职业化 这一年日本足球遭遇了多哈悲剧 被世界杯的赛场拒之门外 三年后啊 日本人是提出了日本足球百年计划 计划中提到到2050年日本的全国足球总人口 要达到1000万 占到全国总人口的10% 并且要再一次举办世界杯 以及拿到世界杯冠军 高桥杨一在这部漫画中 有关日本国庆队将冲出亚洲震惊世界的预言啊 是果真在十多年后 让法国教练特鲁西埃给实现了 漫画里的日本国庆啊 是拿到了世青赛的冠军 而现实中的日本国庆队呢 也不差 是拿到了亚军 30多年前的足球小巷热播后啊 日本足球是进入了一个高潮 但高潮之后呢 难免是会遇到平静 日本国家队虽然常年进入世界杯啊 但在世界杯中最好的成绩还停留在16强 而且近期的成绩有下滑的势头 15年亚洲杯只打进了8强 现在的世界排名呢 也只有56位 距离百年计划中 15年打入世界前十啊 是相差是远 前德国国脚波多尔斯基就曾经吐槽过啊 在日本 棒球才是第一运动 谁踢足球啊 足球甚至还不如相扑 这一次足球小将的重置啊 是不是能唤醒日本足球的第二轮崛起呢 其实 日本针对自己的青年球员啊 也出了许多政策 比如为了备战2020年的东京奥运会 日本足协也出台了U23政策 与中超的U23政策不同的是啊 日本的U23政策的关键词是走出去 去海外多参加高强度的拉链 多参加友谊赛 并且啊 将U23的球员组队去踢这三连赛 但几乎是同一年职业化的中国足球啊 整体水平已经下滑到了亚洲二流 漫画和动漫是日本的国粹文化 那我们是否能够通过一些中国的传统文化 以及具有中国特色的东西 来提升我们的足球热情 提高我们的足球水平 这个是中国足球值得深思熟虑的事情 油马电台 从失败走向彻底失败 我是足球小匠 骚平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